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从明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将会发现在面对联赛和欧冠热门球队之一时 且我也渴望踢好比赛 我们必须专注于自己的心态 尊重对手并继续在工作中保持低调 唯一重要的是获胜 明天我们必须全取三分 赛季第一站总是伴有问号 但我同样很好奇想 看看明天球队的表现 因为我们在Virapros对阵U23队 我们才踢了一个多小时 明天罗纳尔多 石齐斯尼 皮亚尼奇 坎塞洛和桑德罗都会出场 我必须评估其他球员 马图伊迪正在恢复完整的身体状况 他才刚刚回队 但每个人的状况都很好 明天有些会踢50分钟 一些人踢一个半小时 参加了美国集训的球员 他们的体能状况自然更好 罗纳尔多赢得过五次金球奖 一直希望激励自己前进 这15天里 我没有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立刻就明白了他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这就是他获胜的原因 对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因为获胜谢继续获胜 这种促进因素 让C罗在过去的11年里与梅西成为了世界最好的球员 但是 这不应该让我们错误的认为 有了罗纳尔多 我们就赢球了 只有球队以某种方式工作 罗纳尔多才能帮助我们获胜 这对一支近四年里两次打进欧冠决赛 赢下该赢下的胜利的球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附加值 6已成为 picks 投赢下的胜利的球适合 通促决赛 赢下的胜利的球运 1个尔多才能帮助 我们也认为了一支赚上的银标 1个尔多才能帮助我们 看到这支1诧续关注 特别的因素 和非赚上的胜利的球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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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